4月23号妈祖生日 新竹内天后宫董监士们 齐聚一堂 早上9点一起来进行团拜 虽然这是一个大日子 不过考量到最近的疫情升温 庙方缩小规模来进行 而且早上只是董监士会的团拜 在昨晚10点半 有许多地方人士跟庙方代表 就已经进行隆重的祭拜仪式 在早上10点半 我们新竹包含中国区的议员 还有要出来让有社会 新的要出来参与议员的一些参与人 还有很多我们整个公园的董监士 都一同在10点半 来接客11点 就来做一个暖瘦的团拜 一大早就有不少信众 来到庙宇为妈祖上香祈福 不过那天后宫董事长林振生 也提醒民众 要做好各种的防疫措施 虽然大家诚心尽佛 但也要自我保护才能够平平安安 信众的参拜 虽然这个疫情这么的严峻 我感觉大家也是非常的热络 从早上开始 实在是看了很多人很高兴 但是还觉得这个疫情 不知道影响到大家的安全 当然有特别去宣导 防疫一定要口罩 要戴好戴满 虽然我们用心经意 来拜祖 也要保护才好 随着疫情升温 各式庙宇的祭祀活动 都跟着缩水或取消 今年三月的疯妈祖 虽然没有过去的热闹气氛 但相信疫情过去 明年可以恢复往日的庆祝气氛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